大家好,欢迎来到默奘的房间 今天介绍的泰国恐怖飘是《冤鬼之家》 这部电影是由拉达鬼村的面门惨案改编恶城 故事开始,年轻40的提姆拿出了自己半辈子的积蓄 终于在清迈郊区购置了一栋大房子 虽然变成了月供三万的房奴 但是光想想一家四口团聚,就幸福得不得了 提姆细心地装扮着每一个房间 给女儿的房间装饰上漂亮小花 给儿子的房间摆放上各种玩具 给自己的房间撒上浪漫的玫瑰花瓣 然后高兴地开车去机场接老婆孩子 确切地说是从曼谷岳母家接到这里的新家 妻子阿潘是一个百富美 两人结婚曾招到岳母的百般阻挠 所以婚后提姆也非常珍惜这份感情 一个小男正处于轻冲叛逆期 被外婆一手带大 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 所以父女俩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自从住进了新房子 提姆的腰脚也挺直了 一扫之前的不温不火 新公司的薪资丰厚 而且还在不断扩张 美好的前景让人喜上美上 可是好景不长 刚搬来没多久 诡异的事就接踵而来 这天提姆下班回家 与妻子说话时不慎踩到猫时 正好看到一只黑猫蹲坐在墙上 就气急半坏地拿鞋砸了过去 没想到正好砸到了邻居的车 邻居阿凯过来询问原因 得知是自家黑猫的问题后 便让妻子小妮子给踢抹清洗鞋子 当阿潘看到小妮子 威威缩缩的样子和脖子上的瘀痕后 一种不安的感觉也无人而生 第二天下午 阿潘姐儿子小娜回家 就看到一栋房子前围满了人 还有警察在询问围观群众 原来是警方搜查到一具缅甸女性的尸体 身体上有多处被棍打过的痕迹 脸部也被强栓腐蚀 甚至还被强行塞进了冰箱 晚上阿潘对提姆说起了这件事 表示这里很是诡异 可提姆却表示天天都有人死 不足为奇 隔天晚上女邻居就被鬼魂附身 发疯般的被医护人员强行带上了车 在小区的起伏会上 阿潘听到其他房主闲聊 自从那个缅甸女佣死后 附近一户人家就开始闹鬼 而且一打算出售房子离开这里 此时作战正前面的一个僧人 则是一副害怕不已的样子 眼睛还时不时的向人群后面看去 阿潘顺着方向看去 绝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突然僧人一阵莫名惨叫 人群也瞬间一片混乱 阿潘再次向后看去 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个女人 再仔细看时又消失不见 晚上小区宝安突然听到急刹车的声音 就赶紧过去询问司机 地方表示有个女人猛的冲过来 差点撞到她 可是宝安私下看去 空旷的街道却并没有一个人影 就在宝安巡逻时 竟看到一个女人动在路中央 宝安不停地问话 对方却没有任何回应 然后打开手电 慢慢地向女人照过去 看到了女人满是狱青的双脚 宝安害怕不已 扭头居然看到了一个女鬼 此时已是深夜 可女儿小男却还没有回来 屏幕担心女儿安危 一直没有睡下 通过余光看见旁边有人影 并用手慢慢地抓住台灯 猛地转过去 正好看到一个鬼脸面具 提姆急忙追了过去 两人手持武器 相互观望了一会儿后 突然提姆被扔了的瓶子 打倒在地 对方则趁机逃跑 提姆刚打了报警电话 女友小男就回来了 父女俩因为晚归问题 发生了口舌之战 第一天提姆就去枪械店 买了一只手枪 防止小偷二次偷袭 晚上三个好友送小男回家 但三个好友却想要去 缅甸女佣死去的房子里探险 小男则在门口等候 等了好长时间 也不见好友出来 就给朋友打电话 可是却无法接通 小男只好进房子里找 可是走到客厅 还是没有见到三人的身影 便再次拨通了电话 循着手机铃声 来到了一个房间 小男拿起电话后 感觉身后有人 害怕得不敢回头 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扭头一看 竟是三个好友 就在三个好友 前伏后仰的大笑时 一个长发女鬼 就站在三人身后 突然房门自动关闭 而后就听到朋友的惨叫声 待安静后 小男慢慢地打开房门 而此时长发女鬼 又出现在他身后 是在女鬼抓住他时 小男大叫着跑了出去 第一天早上 小男说出了 昨晚和朋友去鬼屋 探险装鬼的事 可T姆却根本不信 对女儿一动大号 马上T姆来朋友家接小男 回家的路上 小男不停地重复 鬼屋装鬼事件 可T姆就是不信 甚至拉着小男进入鬼屋 一探究竟 结果小男不慎被 地上的碎片划伤 怨恨地跑出了鬼屋 就在T姆准备离开时 就发现房门怎么也打不开 回到客厅后 就看到玻璃上 有人影走动 还伴随着女人的哼唱声 T姆跟着人影 向厨房走去 透过纱窗 看到了一个 正在洗碗的人影 突然窗户又自动关闭 T姆吓得慌张地回到了家 小男也迎撞鬼事件 搬到了朋友家 其实T姆的公司经营不善 直接倒闭 阿潘以前的上司 也主动找到他 希望他能重返工作岗位 失业回家的T姆 正好看到了上司的豪车 从家门口离开 刚进家门 就看到心神不定的阿潘 谎称自己今天不舒服 早点回家休息 然后又看到乱七八糟的床铺 T姆心中很不适自吻 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 无视可对的T姆 当上了超市理货员 一天T姆下班回家 发现黑猫脖子上的摄像头 标在了地上 便拿回家 查到电脑上查看 没想到竟从那间鬼屋里 拍到了一个女人 在仔细看时 女人快速移动 露出恐怖鬼脸 再往后翻看时 发现儿子和小高 曾在鬼屋玩耍 便急忙叫来阿潘 寻完儿子下落 得知和小高一起玩耍后 T姆赶紧来到鬼屋寻找 看到了被交代缠绕的冰箱 下面一大滩血 蹲下查看时 并相信自己晃动了起来 T姆以为是儿子在里面 就开始撕扯上面的交代 这时阿潘打来电话 表示儿子已经回家 然后T姆慌动的跑回家 询问儿子 为什么要去鬼屋玩耍 儿子表示 是小高让自己去鬼屋捉猫 T姆听后气冲冲的找到邻居 呵斥阿凯 应该好好管教一下 自己的儿子 财要堂还的妻子 向阿潘借的钱 邻居直接认出了许多钞票 叫T姆以后不要再过来 这天T姆面试时 接到了阿潘的紧急电话 回家后看到邻居门口围满了人 原来是邻居阿凯的工厂 破产欠了很多钱 精神压力过大 杀死全家后厮杀 得知邻居残屎的阿潘 很是后怕 劝T姆放弃这里 搬回曼谷再重新开始 可T姆却认为 那些鬼怪都是假象 房子就在这里 还有高额月供 也不想回曼谷 看月母的脸色生活 晚上阿潘就听到了 邻居小高和儿子的玩闹声 T姆来到小大房间查看 却看到儿子正在乖乖睡觉 便躺在他身边开始休息 可是儿子突然诡异地睁开眼 还做出了小声的手势 原来他面前正坐着 已经死去的小高鬼魂 随着撞鬼事件的频频发生 这里的住户都陆续搬走 慢慢地变成了一座空城四城 阿潘呼诉着向母亲寻求帮助 母亲表示 如果不开心就搬回曼谷来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女婿 但总比外孙撞鬼好得多 第一天小南也从同学家回来 打算收拾行李回曼谷 就在他收拾衣服时 手帕被吹到了邻居家 小南跳进邻居家拿手帕时 突然看到了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然后扭头看去 打招呼时 那个女人也慢慢靠近 看到了小妮子毁容的恐怖鬼脸 小南慌张地逃跑 却撞到了轮椅 看到了死去的恐怖老人 再打小南发出阵阵尖叫 然后被送到了急诊室 此时的阿潘怒火不止 呵斥提姆 为了房子舍不得离开 现在把孩子害成这样 提姆无奈地抱着儿子回了家 可是一觉醒来 却发现儿子不见了 随后就发现儿子的一只鞋 在邻居院子里 提姆拿着手枪进入邻居家 在客厅里看到了儿子的另一只鞋 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全家浮华 这时楼上传了声音 回头一看 小高就站在自己面前 便用那幅画挡住了小高的鬼脸 问道 小娜有没有在这里 小高点了点头 然后慢慢地撕扯那幅画 露出了血淋淋的恐怖鬼脸 提姆大叫着跑到了楼上 来到二楼 看到缝纫机正在自动工作 这时突然有人抓住他的手臂 仔细一看 竟是死去的小妮子 提姆挣脱后 又听到隔壁房间 儿子的笑声 进入房间后 看见死去的阿凯正坐在床上哭着 小高和小妮子的尸体也同时出现 正是当时面门案的现场实况 提姆害怕的连连后退 阿凯且身死死盯着他 提姆则举起手枪对准阿凯 质问小娜在哪 阿凯却并不说话 直接冲了过来 提姆急忙开枪 房间里的尸体也瞬间消失无间 此时阿帕也来到邻居家找了个 就在他开门的刹那 提姆听到衣柜有动静 便对着衣柜开了一枪 而后鲜血顺着衣柜流了下来 阿盘打开衣柜 抱着儿子不停的喊 小娜慢慢的睁开眼 原来她就躲在衣柜里 那一枪正好打在了肩膀上 并无大碍 提姆认为是自己打死了儿子 然后就开枪自杀了 电影结尾 阿盘带着孩子开车返回曼谷 不扬起大学时代的青色恋情 因为未婚先运 外婆一直不接受提姆 但是她一直都在努力 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而没有和父亲丁世前行的小男 如今也只能划过两行 悔恨的泪水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此为止 喜欢的话就长安点赞 关注并转发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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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